但是另外一方面 印尼選擇跟日本要合作 蓋這個鐵路 結果沒有想到 完了真的傻眼了 因為這個速度 實在比中國慢太多了 比中國還慢五倍 所以呢 這個印尼好像在這個開工典禮上 根本就笑不出來 我這個韓國這個 我認為這個還沒有確定 這張日本新幹線 在越南就搞了很久 現在還是都沒有進度 這個還是要進場做可行性評估 103公里也不是很短 那越南 事實上沿線的徵收土地 一定會有很多困難的 這個到時候就知道了 事實上中國大陸是不接客運 所以他只有處理越南 那個河內以北的貨運鐵路 因為那個客運鐵路太 太多麻煩事了啦 所以日本 日本甚至後來跟越南講說 要2040年才蓋得出來 2040年 這個賣賣不知道幾歲了對不對 距離現在十幾年內 還是很年輕會不會講話 還是很年輕會不會講話 我是說 這麼久啊你想一想對不對 這個 那這個印尼跟日本 我覺得也有點像啦 就是 我覺得基本上東南亞現在的鐵路 因為中國大陸泛亞鐵路 已經跟大部分的國家都簽約了啦 那那個一定會變成範本 對 就說中老鐵路蓋好了 那現在跟泰國曼谷也簽好了 然後曼谷要到馬來西亞也簽了 現在就是吉隆坡到新加坡這一段 我估計也會簽啦 所以印尼也有搖岸高鐵對不對 所以就只有越南那一段沒有 所以越南當然會急啊 可是問題是 你一直沒有辦法提供一個 讓人家可以安全 或者是可靠施工的一個環境 那這個是政治因素啦 我講白了 實際上跟印度有點像 印度日本也是 也是去 事實上印度跟那個越南都是日本得標啊 那都是煞雨而歸啊 到現在都不知道怎麼辦啊 就這兩個地方 沒有辦法擺平當地的政治變數嘛 那就導致人家的信念成本一直往上拉 那我覺得如果不能克服這個因素 講這都是多講的 來看一下中東目前的情勢 請教一下介大使 這個是呢如果從戰況來說的話 數美火箭彈已經從黎巴嫩方向 發射到以色列的北部了 好隨後乙軍也出動戰機空襲 黎巴嫩的南部 好另外呢 在今天有一個這個影片喔 流出來 大家都覺得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呢 9月15號以色列中部遭到 胡塞導彈襲擊 這個他們發射了一枚 新型高超音速的飛彈喔 胡塞自己發布的影片 這個叫做巴勒斯坦2號 來看一下它的射程 2150公里使用固體燃料 採用的是兩極結構速度高達16馬赫 具有高機動性能夠避開強大的防空系統 好但是呢這個中東衝突喔 打到現在死傷很慘重 而且平民老百姓受苦受難的 所以呢中國駐聯合國的這個代表 耿爽在安理會發言 他說這場軍事行動已經造成這麼多的平民死亡 讓人震驚 安理會沒有辦法阻止這個人間慘劇 他說如果不是美國一再阻攔 安理會早就在衝突爆發之初 就可以通過決議要求停火 如果不是你美國一再的袒護 那麼安理會的多份決議 就不會遭到明目張膽的拒絕 對我覺得耿爽講這句話 它代表中國大陸立場嘛 也就是說對以巴中途做了一個 比較總結式的階段性的一個小結啦 那確實也是如此 這個幾次停火協議 這個安理會事實上它可以做出決議 做出決議它可以付出行動 可是你沒有決議你就不肯付出行動 因為聯合國的這個憲章的規定 它的設計是所謂的集體安全制 集體安全制就是說 不允許個別國家 個別採取軍事情動 可以在聯合國架構下 採取集體軍事行動 這些就過去聯合國有出過兵的 那可是問題安理會先要大家有共識 沒有人把它否決 那問題美國每次都要否決 如果大家都決定說 要以色列停火的話 事實上照聯合國的這些 過去的它的成立的話 它是可以組織一個聯合國軍的 如果不組織聯合國軍的話 事實上它可以派出調解員 它可以派出什麼 維和部隊都可以的 可是問題前提安理會 要先通過一個決議案 可是美國都把它拒 都把它否決了 也就是說全世界最有 最有權力干涉的一個機構 國際組織聯合國 被美國把它癱瘓 所以造成了這個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 是為所欲為 那幾乎是這種種族滅絕方式的 一種軍事行動 那真是一個人間慘劇 那個非常遺憾 那回過頭來說 美國要不要對以色列的行為負責呢 那當然要負責 幾次的這個重要決議案 都是美國單獨一票否決 所以耿爽我覺得他講了 不只他個人代表中國大陸政府的立場 這也是很多 聯合國會員國的一個立場 尤其在相關的重要決議案的時候 都投了同一票 而且這裡面有否決權的 你要知道只有五個常任理事國 這五個常任 中美英法蘇 中美英法二 你看看 連英法都沒有反對 只有美國反對 英法還是他的盟友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就變成 美國真的是一意孤行 真的把國際社會的共同意志 完全怎麼樣 等於說踐踏在他的自己 一個國家的私欲 四億底下 是非常值得譴責的 那我看的就是說 這個胡賽公布的這個片子 我是覺得 我有一點存疑 對 因為第一個他的射程 2150公里 是相當射程相當長的 這是中導 中程導彈 中程導彈500公里以上 就算中導了 這個性能幾乎 比中國大陸東風20億還強 我就覺得這個技術從哪裡來 而且他是所謂的固體燃料 固體燃料 就是隨時你就可以發了 有那種導彈 它是什麼 它是液體燃料 你要還要加 把那個液體出進去 有時候 10分鐘 20分鐘 甚至30分鐘 這個是最先進的 而且呢 它的速度到16馬赫 因素的16倍 這個已經比俄羅斯公布的這個 這個極因素飛彈還強 通常我們說你在 你在就是說最後的 這個打擊的階段 它通常是從往上打 往下落的時候 那個速度是最快的時候 那個極因素飛彈的這個 它的起碼的門檻是5馬赫 你5馬赫到10馬赫 你就已經算是極因素 它這個16馬赫耶 我老天啊 我覺得這個性能讓我非常的吃驚 那今天誰有這個技術呢 這個世界上不多耶 你這個難道是暗示是說 你是從俄羅斯還是中國 中國拿的 美國基本上它的極因素導彈 都還沒有成功 所以我覺得這個影片 巴基斯坦2號 巴勒斯坦2號 我覺得我們就是說 我有蠻多疑點 它有這麼先進武器 我真的是有一點意外 還有會懷疑 這個運送過程 技術轉移過程 不會沒有人知道 對現在 現在監視衛星監視這麼厲害 大家就是怕你這個武器 尖端武器到處亂運 那中國大陸也應該是不會 把這種最尖端的武器 把它隨便轉移的 那很少聽到有域外 有中國大陸的尖端武器 中國大陸尤其這種飛彈 敏感的這種飛彈 這是超高音速飛彈 我覺得我就不曉得 它這個從哪裡來 自己研發 不可能 美國都還沒做出來 這麼好的飛彈 那這個就是說尼巴嫩 跟以色列這個交火 其實數十年來都如此 就是說你發幾個火箭彈 我就回境 然後以色列就報復 那就是說這個是 可以說是很不幸的 有一點像是常態性的 這種武裝方面的互相交火 大概數十年都沒斷過 好